南投國中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四足四內樂合奏 國中團體組榮獲特優第一名 縣長徐淑華日前特別邀請學生們到縣府接受表揚 肯定孩子們的優秀表現 縣議員解切祥也一同到場祝賀 這些成就真的要歸功於孩子們的努力 假日我們也真的犧牲了很多的時間 那其實孩子們也都很自己很爭氣 然後也加上我的激勵 然後希望可以讓我們南投更多的學國會的孩子 還有更多的民眾可以了解到南投國異的美好 新早市幾乎比賽前的每一個假日都會陪我們練習 這表示他一定很希望我們拿到退休第一 也很相信我們可以拿到退休第一 那當然結果也是真的我們拿到退休第一名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的努力也真的很讚 徐縣長相當肯定南投國中孩子們的優移表現 他表示南投縣相較於其他大都會縣市資源較少 但學校能以小博大脫穎而出 獲得全國特幼第一名真的非常不容易 南投國中在我們全國得到了 市族市內月合奏的全國特幼第一名的殊榮 尤其在我們陳老師的帶領之下 學生的一個成績可以說是突飛猛進 兩個禮拜前簡潛想議員特別希望我能夠來接待所有的學生 給他們鼓勵給他們恭喜 那尤其在現在全國可以說是面臨在各種的 不同的團體的表現上面非常的競爭 那南投我們作為一個比較小型的一個縣市 但是我們的孩子卻能夠有這麼傑出的表現 非常的不容易 先遠見千祥表示每次看見南投藝文界的發展都感到欣慰 因南投本身資源較缺乏 靠的都是孩子們的努力 如今能夠榮獲全國特幼第一名 實屬不易 其實在我們的片段上面有看到 孩子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在過去一段時間這麼那樣的努力 每次我看到我們南投的藝文界的發展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欣慰 其實在南投音樂的發展真的相當不容易 其實千祥一直在致力於藝文的發展 希望我們南投的孩子能夠在南投就有一片天 孩子在這個比賽當中 他能夠得到全國第一 那這個部分其實除了指揮老師 信志老師的一個在平常的一個訓練之外 其實每一個孩子 除了我們平常的一個家境練習之外 他都會在家裡這邊再繼續的一個去努力 那我們未來當中 南投國中會繼續的一個努力 該校國約團已成立25年 多年來讓南投的學子奠定扎實的國約基礎 無論是興趣或是發展專長 都是要培養孩子們帶得走了能力 也感謝各界的支持 讓孩子們能持續努力在國約的路上 讓藝文教育能夠生根落實 記者從文句南投採訪報導